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 温润的气候 适宜的环境 丰饶的物产 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几千年来 世世代代的人们 在这里繁衍盛兮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奔流不息的长河中 在泰山南北 黄河下游 大海之滨的这块土地上 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成果 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作出了重大故线 而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 在这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 他们在碧鹿蓝绿中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 成子崖 一个位于济南以东三十五公里的地方 为我们揭开了尘封四千多年的 史前世界的神秘灭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散发 支持明镜与明镜 1928年3月24日 齐鲁大学驻教吴金鼎和他的伙伴 来到济南立城龙山镇 准备前往汉代遗址东平凌晨考察 途中路过一条大沟 在阳光照耀下 吴金鼎十分诧异地发现 大沟两壁土层中 露出了灰土和布粉陶片 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 清晰可见 待着疑问 十天后 吴金鼎又专程来到这里 从黄土台地上 他找到了年代久远的石器 武器和陶器碎片 吴金鼎马上意识到 这个叫做橙子崖的地方 或许是一个史前文化遗址 这一想法让他心中狂喜不已 当时是在整个东部地区 特别山东地区没有发现 更早的新时期时代的文化 只知道有周代的文化 有这个或者更晚的文化 这一次吴金鼎先生 他看到了橙子崖断崖 那个旁面上的灰土堆积 他认为这时候 这可能是个古代的遗址 而且这个遗址的特点 他可能心里也有一些想法 关于他的时代 这个正好印证了他那时候的那种判断 他当然非常狂喜 邓子崖这个发现 我觉得是划时代的 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来探讨 中国文化的始源 最早什么时候开始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在这个前后来讲 在这之前 中国文化 包括人种都认为是西来的 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 从埃及啊 两河流域啊 那么过来的 但是没有多少什么证据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中国文化 究竟是西来的 还是本土产生的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从17世纪中叶开始 先是西方传教士 或是西方和日本学者 对中国文化起源 提出了种种外来说 无论是埃及说 巴比伦说 还是印度说 中亚说 最终源头都指向西方 1921年10月 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 矿政司顾问的 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 在河南缅持的养烧村 发掘出大量石器 和精美的彩陶 这是在中国发现的 第一个石前 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后来被命名为 养烧文化 安特生 把养烧最有特色的彩陶 与东欧中亚地区出土的彩陶 相对照 发现非常相似 因此 推测中国文化 是从西方传播而来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 1923年至1924年 安特生在青海 甘肃等地 开展考察和发掘工作 收集和发掘出了大量文物 其中就包括图案 更加繁复的彩陶 他认为 彩陶是由西向东 传入中国 从而印证了 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这一观点一经公布 立刻在中国史学界 引起了巨大震动 彩陶西来 那么文化也是西来 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文化吧 那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 那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有些中国学者是 心理是不认可的 但是他又没有充分的证据 来驳斥这样的一些观点 所以大家 尤其是中国本土的学者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 史前文化的遗址被发现 而且想通过自己本土的材料 来证实中国文化的 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 当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 要想回答中国的文化起源问题 只有依靠刚刚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 最早在中国进行考古的 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在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历史背景下 一批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来到中国 他们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古遗址的同时 也截略了不计其数的珍贵中国文物 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 主要是一批外国学者 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个人 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考古活动 但却都零零散散 局部归间 1923年 人类学博士李继 从美国哈佛大学学城回国 在这篇自传中 他吐露了从心理学改学人类学的动因 想去刨坟掘墓 断碑寻古迹 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 来寻意中国人的始源出来 1926年 已经任职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礼记 进行了山西下县西音村彩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 回到北平之后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他组织了欢迎会 清华四大导师同时到场 在参加欢迎会当晚 梁启超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的儿子梁思勇写信 特别提到礼记 瑞典人安特生 历唱中国文化西来之说 他们想翻这个案 这一年 山东人吴金鼎 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 成为了礼记的学生 吴金鼎后来说 在听过一场礼记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之后 他曾不自觉地想象 有一天 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 研究它 发掘它 并撰写它的历史 他的想象很快成真 两年后 吴金鼎回到山东 担任齐鲁大学驻教 偶然间发现了成子牙 只是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 这个地方将会成为 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旅程碑 隐藏在地下的秘密 将会成为中国文化生于本土 并新活相传的时政 1928年7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广州成立 傅思年任所长 关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初衷 傅思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 工作之指去一文中提到 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 着实不服气 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 即便学问的原料 也被欧洲人搬了去 乃至偷了去 我们很想借几个不成的工具 处置些新货件的材料 所以才有着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其实不管它也好 胡适也好 因为在他们觉得可信的历史 在他们那个时候 是商代以后 因为才有阴虚的发现 阴虚的出现 有甲骨文的出现 这个是有文字可证的历史 但是他们认为 这之前是有历史的 需要重建这个历史 但是怎么样重建这个历史 那么他们觉得 应该可能要借助于地下的发掘 傅思念在这个 石余所的发刊志趣里面 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商权毕业下方权 动手动家找东西 在傅思年的努力下 石余所集中了 陈寅雀 赵元润 罗长培 李方贵 等一批著名学者 1928年12月 李济出任石余所考古族主任 1929年1月 吴金鼎被聘为 石余所考古族助理员 1930年夏天 梁思勇学成回国 加入石余所考古族 这一时期 董作斌 郭宝军等一批考古学者 先后集聚石余所考古族 石余所考古族 成为完全由中国学者组成的 中国最重要的考古研究学术机构 石余所一经成立 就开始了对河南安阳阴虚的发掘 李济 董作斌等人 在阴虚发掘的时候 1929年7月到10月 吴金鼎又先后四次来到成子崖 他考察了成子崖周边环境 并在成子崖黄土台地上 发现了石斧 古族 陶片等 因为没有发现金属和瓷器碎片 他初步判断 这里应该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在成子崖的西北角 吴金鼎有了惊人发现 他陆续从土层中 掘出了黑色的桃片 其中一个碑形桃片 油光黑亮 厚度只有两毫米 做工极为精致 吴金鼎兴奋得彻夜未眠 几千年前 这里生活着怎样一个部族 五元河边的台地上 他们用古族猎母野兽 用石刀切割猎母 用陶罐从河里取水 建造了桃窑来烧制桃器 夜幕下的聚落 灯火一堆堆点起 照亮了夜空 可是在那样一个遥远的时代 他们是如何制作出 这样精美的宝壳黑桃 这些黑桃与安特生 在仰勺发掘出的彩桃 截然不同 橙子崖的地下 是不是存在着一种 完全不同于仰勺彩桃的 古老文化呢 在《平陵仿骨记》中 吴金鼎这样描述 当晚的心情 事业于床上诗事曰 将来机会苟如我愿 不必走百丈长之身沟 以亏龙山文化之底级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 石鱼所在殷须的发掘被迫终止 尽管时局动荡 战火四起 但李济等考古学家 仍在进行调查 寻找出了殷须之外 可能的发掘地点 经过三次发掘 殷须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和刻有文字的甲骨 不仅证实了商代的历史 更确认了商代 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考古学家将人类古代社会 分为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那么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 殷商文化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殷须的出土文物 与仰勺文化有巨大差别 考古学家们认为 殷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 石鱼所把目光投向了山东 殷须没有任何欢迎 那就是中国人的一个 青铜时代的文化 是商文化的一个代表 那现在呢 又在这个 在这个养绍和这个商之间呢 发现呢 它有个巨大的差异 那么旧有学者呢 在橙子牙发现之前 其实就提出来了 说中国的文化的根 可能不在西部 应该在东部 在环渤海湾一带去寻找 这是傅思年先生 当时石鱼所的所长 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 杨绍和这个殷须之间 应该有个更近的源头 这个更近的源头 就指向了环渤海湾一带 傅思年后来曾经说过 他多年来一直认为 沿渤海黄海的中国东部地区 存在和西部彩陶文化 不同的固有文化 是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选择到山东考古 就是希望在东部地区 找到和西部不同的古文化 而这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探索中国的上古石 文献记载的上古时期 生活在以山东为中心的 中文献记载的上古文化 中文献记载的上古文字节中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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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又有四片捕骨接连出土 这些捕骨是除阴虚之外的首次发现 随后的几天大量出土物接踵而至 桃网均入 Euros 这是河里捕骨鱼打撈河梆的用具 石铲、古铲、陶壳四是挖土和翻土的农具 石刀和棒刀是收割农作物的工具 这些器物的大量出现 表明那时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猪骨 狗骨 羊骨等兽骨出土 说明它们已经开始家畜饲养 猪骨的出土量最大 猪肉应该是它们肉食的主要来源 让烤骨队惊讶的是数量巨大 种类繁多的陶器 这些陶器大多数是黑色 迥异于养勺的彩陶 陶底 陶粒是煮饭烧汤的工具 陶粒有三个带子形状的脚 在下面燃火煮饭 显然是为了加大受热的面积 这件陶器叫做陶眼 分为上下两层 上面加盖子 中间是油孔的壁子 底部沉水 壁子上放食物 盖子保温 这是它们利用水蒸汽 蒸熟食物的炊具 陶豆是成菜用的盘子 陶粑是成饭用的饭碗 它们围坐在一起用餐 每人端着饭碗 从陶豆中取菜 中国人传统的用餐方式 在几千年前的橙子牙 就已经出现 这些出土的器物 完全颠覆了人们 对那个不为人知的 史前时代的想象 当时已经有了种植业 和家畜饲养 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煮饭用饮 蒸饭用业 生活用具种类齐全 在几千年前 它们生活的讲究程度 让人惊叹 最让人惊叹的 是这些前所未见的 漆黑光亮的薄胎黑桃 这种高饼杯 厚度仅有一至二毫米 最薄处仅有零点三毫米 它独特而精湛的工艺 令人叹为观止 随着黑桃器物的大量出土 李济和考古队的成员 已经基本断定 中国东部地区 确实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的 与彩桃文化完全不同的 古老文化 这里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的 一个最紧要的部分 李济认为 黑桃文化 次已到了鼎盛期 可以从黑桃的形制 及记忆完全证明 而根据补骨 以及许多出土淘气 与殷须出土物相近 他推测 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来源就在山东境内 十二月七日 因为天寒地冻 发掘工作停止 至此 橙子牙遗址第一次发掘结束 1931年春 李济主持开始了 殷须的第四次发掘 吴金鼎和回国不久的梁思勇 也加入到发掘队伍中 发掘过程中 梁思勇和吴金鼎 在安阳后岗 发现了许多 与橙子牙类似的黑桃和石器 他们猜测 除橙子牙之外 黑桃文化 可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 也有分布 安阳离济南这么远 也发现了基本很相似的 大致一样的这样的东西 那就说明 橙子牙为代表的这套遗存 它的分布 是有一个很大范围的 很大范围的 那么就是说 仅靠第一次发掘的东西 可能认为还不足以 对这个文化有很清楚的认识 所以说还需要再补充材料 再进再发掘一次 1931年10月9日 梁思勇带领吴金鼎 刘雨霞 王湘 刘希增等人 对橙子牙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此时 918事变已经爆发 伴随着日军铁蹄而来的 还有大批日本古物调查团 研究班及浪人 他们四处强掠文物 大批考古遗址 惨遭破坏 为加快发掘速度 梁思勇将住宿点 该在工地附近 尽允许队员们星期天回城休息 这次发掘 在上次发掘的 90条探坑之外 又新开了89个探坑 出土了许多骨器 石器和大型陶器 骨器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骨鸡 骨齿的梳形物和骨针 考古队判断 那时的橙子牙鲜明 不是想象中的披发本身 而是梳头竖发 而且已经能够缝制衣服用以裹身 这个陶尊口径41.2厘米 这个陶瓮口径31.4厘米 考古队员认为 黑陶时期 橙子牙鲜明的粮食 已经有了剩余 这些体型硕大的陶器 显然是他们储存粮食的容器 陶旺的耳朵应该是为穿绳便于搬运 陶尊富大敌小 是为防止粮食受潮 这些陶器体型大但必很薄 而且外观规整 充分体现了当时发达的制作技艺 这种被称为龟的陶器 是烧水温酒的用具 它三个分当大带族 敦时稳定 长长的流口 形似鸟绘 整个造型挺拔 像一只熊子鹰发 银颈长银的大鸟 鸟的形状还体现在这些桃底上 它们的足部制作成鸟头的形态 被称作鸟手式顶足 鸟是东夷人大多数部族的图腾 在一些文献中 东夷又被称为鸟夷 东夷族首领少浩 曾设置了24个夷鸟命名的官职 也有专家认为 这应该是24个 以鸟命名的士族部多 成子衙先民 是不是就是其中之一呢 由于时间紧迫 梁思勇带领队员 开始了重点的工作 对成子衙城墙的探查和发掘 李济主持的第一次发掘 已经发现了城墙遗迹 但他们认为是上一层同气时代的遗存 这次发掘在城墙下面和墙内 发现了黑桃遗存 梁思勇认为这是黑桃文化时期的城墙 康古队基本弄清楚了城墙建筑的程序 先在地面上挖成一道圆底基草 然后用土将基草层层填满 康石 筑成坚固的墙基 墙体就建筑在墙基之上 康土城墙是这个古代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文化DNA 这个意义太大了 因为它完全是因地自宜的 是东亚大陆的泄民因地自宜的一个产物 同时城墙所圈围的一般都是中心聚落吧 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一般都是当时的社会尸体的一个核心 这样我们把城墙还是看得比较重的 尤其是在城墙发现城墙意义太大了 梁思勇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 受过考古学专门训练的中国学者 这次发掘它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 通过这种方法它推测出黑陶文化期的人们先在此夯土著城墙 后来同气时代的人们来到这里 又在此基础上重新修住了城墙 1931年10月31日 梁思勇结束了城墙的发掘 仅仅十天后就匆匆赶往河南后岗进行考古发掘 梁思勇先生利用他在考古学的比较正规的训练 在城日牙识别出了夯土 这是中国考古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遗迹现象之一 在城日牙认识了夯土 认识了城墙之后 极大的启发了这些学者们对殷墙的认识 过去殷墙一些不明白的现象 现在明白了那是夯土 那是供电机制 过去没有认识到 所以这一点也是对殷墙发掘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在后岗同样运用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 来划分地层的方法 借助于城子牙发掘的成果 梁思勇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即养韶文化层 黑桃文化层 山文化层 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 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化时代的重大发现 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明确了养韶文化 黑桃文化 山文化之间的先后关系 用事实证明了黑桃文化是殷商文化更直接的来源 原来是养韶 虽然说是中国人的原始文化 早期中国人的文化 但是毕竟它和山文化之间是有一个缺缓的 那么现在呢 找到一个更近的源头 所以龙山文化的发现 一发现开始 傅思年 梁思勇 李济先生 吴金领先生 他们都欣喜若狂 包括当时的这个历史学家 就觉得我们找到了更近的源头 陈子埃的发觉呢 发现完全不同意 杨朝彩涛的黑桃文化 那这个当然 显然是找不到外面的来源 而且没有哪一个 国外哪一个区域制造的陶器 能像陈子埃 像龙山文化这样 制作的这么精美 然后呢 气形是这么的独特 所以呢 起码认定了中国是前世纪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说呢 陈子埃的发觉 在中国靠北史上应该说是具有和养勺和殷墟和西茵村同等的地位 陈子埃发现的这个黑桃 这个文化层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成生的 并不是像过去认为那样都是从西方来的 所以这个来讲呢 对于中国人当时文化自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有些什么的信用 在中国人当时文化自信 的 录像我们中国人开心 那些东西的并不是真心的 在中国人当时文化自信 而言为中文化自信 和避免有很多事 在中国人当时文化自信 但是文化自信 也认为文化自信 大学 原文化自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因此获得了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 按照考古发掘的惯例 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黑桃文化 以其发掘地龙山镇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发现与发掘 激发了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热气 从1932年到1937年 在山东 河南 安徽等地 先后发现了七十余处龙山文化遗址 直到1937年 卢沟桥事便爆发 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掘被迫终之 全面抗战爆发后 李济携带着文物资料 在日军的炮火下四处辗转 从此再没有进行田野考古 他因主持殷须 城子崖等地的考古发掘 文明国内外 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 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33年 成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吴京鼎赴英国留学 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 他立即到云南 四川等地 进行考古发掘 抗战胜利后 吴京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 文学院院长等职 1948年9月 因病去世 终年四十七岁 因长期艰苦的田野考古 梁思勇基劳成疾 1954年4月 这位为中国现代考古 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家 在北京去世 终年五十岁 他在城子崖报告里 创造的田野发掘报告的 基本体力 至今仍在沿用 九十多年前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 资资资以求的努力 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 提供了考古学上的 确凿证据 拉开了山东考古的序幕 也将城子崖这个地名 载入史册 而城子崖带给人们的经验 远不止这些 在城子崖底下 还有许多未知的秘密 等待后来的人们 来发现解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